在大王活動中心裡頭 長輩們開心的動一動 仔細一看還有學齡前的小小朋友 這是由社團法人 台東縣弱勢者關懷協會所辦理的 福老西幼計畫 在這裡星期一到星期五全天時間 可以讓長輩們來動動腦 或是吸收新的資訊 好棒喔 雞串保 雞串保 不行啦 好啦 不然你先拿 我先拿 不然你先拿 拿到看見我 不然我們知道的 先別也可以教死 我們主要這個和親堂的目的 我們是像這樣 滿65歲以上的老人家 還有他的子孫都OK 所謂和親堂就是 有 有 長輩還有孩子 都零歲到六歲 要上課以前上學以前都OK 都可以來這裡參加我們的據點活動 和清涵的一些課程 我們目前是一到五都是開課的 其實我們最大的快樂是看到長輩們 看到小朋友們他們開心的笑 我們自然就開心了 這是最主要的 第一 我們宗旨是什麼 應該要尊重 老人家我們就是尊重他們 他們也會感受得到 不是說我們在教他什麼 靜動態的課程 一些多元化的課程 其實我們從老人家 從小朋友的身上也學到很多 只要你有那個付出的心態 社務工作是不簡單 可是有那個付出的心態 誰最快樂 本身最快樂 就是這個宗旨 最特別的是 還可以帶著家中的小小朋友 一起來玩 這也是全台東 目前唯一一個 福老稀有的計畫 每週一到五的時間 並且還有公餐服務 讓獨居或是低收入戶的長輩們 可以有一個認識朋友 或是學習新資訊的地方 長輩們越學越快樂 我去年11月8號來到協會上班 那我是覺得協會最好的地方 就是他捨得培養我們 你像我們照顧服務員 其實我是來協會才去上 他都是在職訓練 像我們現在我們協會 幾乎所有的同仁都在上空大的社工專班 那我們協會都是幫忙出一半的學衡費 對對對 所以他很捨得就是這樣栽培我們 我們來跟長輩一段時間 我們是有感情的 所以每來一個據點基本上都捨不得走 每天就拉扯站 早上來 怎麼還沒有來啊 晚上要回去的時候就 明天再見明天再見 禮拜六禮拜天 他們有時候會忘記 因為都有一點失智 年紀大 他禮拜六禮拜天還會跑來上課 對對對都很可愛了 社團法人台東縣弱勢者關懷協會 執行長莊玉英也表示 協會從民國101年開辦到現在 不斷的拓展據點 與縣政府社會處來共同努力 今年還有和清堂 期望可以讓長者與幼者 都有一個快樂學習的天堂 東台灣新聞網記者放在林鄭 會有在太馬里鄉的採訪報導